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集的題目是高血壓的自然療法 我相信大家都聽到 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壓 現在還是年輕化 現在的人通常都會用西藥去控制 袁醫生究竟有什麼方法是更加安全又有效的呢? 我們首先要了解 其實血壓是一回什麼事呢? 大家相信都知道 我們身體有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裡面都有一個管 就是血管裡面的 從心臟的血管進入動物 動物慢慢去到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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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微思血管 微思血管就是去了身體的纖維組織裡面 慢慢地變回到小的小的管 然後變回到靜脈 那當然啦 那這些血壓在我身體流通的過程裡面 是在那個血管壁當然有壓力的 那這種的壓力呢? 我就叫做血壓了 那麼當那個壓力高的時候 我們身體那個動物血管的那個壁 就會開始變化 那它可能會收細了 收窄了 或者可能厚化了 那麼這個又會造成 對我們的心臟那個崩 造成額外的負擔 那當然啦 我們血壓是不是固定的 那在視乎我們那個活動 那麼會暫時會高的 譬如在運動那方面啦 在做運動的時候 血壓當然會高一些啦 在受壓力的時候啦 或者有情緒的波動啦 情緒的波動可能很開心啦 都會血壓高的 有些人打麻雀啊 吃虎啊 很開心啊 那跟著出血問題也會有的 或者很憤怒啊 那麼這都會令到我們的血壓 是會暫時會升高的 那麼通常呢 就那件事情過了之後呢 血壓就很快就回復回正常的 那麼但有很多人來說呢 血壓是持續的 即是不斷地來到 即是在高位啦 可以這樣說啦 在文明地方的人呢 差不多三個成員人呢 有一個呢 都可以說是有高血壓的 那麼還有呢 如果是年紀大一些的 譬如65歲以上的人呢 差不多可以說一半呢 都差不多一半都會有血壓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血壓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可以引致很嚴重的毛病啦 包括中風啊 那個那個 心臟病啊 糖尿病啊 眼部的受損啊 以及腎那些問題的 那麼所以呢 就是血壓高這個問題呢 就是都不可以忽視的 那麼我也都有時經常說呢 血壓高呢 是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 正物的殺手 正正的殺手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血壓高呢 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如果出現的時候呢 就包括呢 就有時候是無緣故的頭痛啦 就是不是因為你用神過度啊 用眼過度啊 或者因為緊張啊 之類的導致啦 就是無緣故的突然之間會頭痛啦 那個無緣故的突然之間會頭痛啦 那個無緣故的流鼻血啦 或者呢 突然之間呢 覺得一個人很暈啦 或者霧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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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 那因為大部分這些這樣的症狀呢 都是 就是 高血壓是完全沒有症狀的 那麼 所以呢 你只能夠 自己定時去檢查一下 那 那 血壓的問題呢 可以發生在任何的營齡啦 那 但當然啦 營機較大一點 就較多一點的 那麼 如此 美國來說啦 就是不同的 在區域的 譬如 在住在那個 東南 東南部的地區 这些人都不知为什么比较血压高 还有非洲裔的美国人都比较多 当然,如果你家里有个家族性的血压高 你就要双倍小心 自己要测试,开始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血压里面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血压高 这些血压高属于我们叫做Primary 或者叫做Essential Hypertension 什么叫做原发性的意思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原因 有些血压高有因某些疾病的引致 但百分之九十是叫做原发性的 根本就是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其他的情况,譬如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只是代表我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因素导致 例如我们的饮食习惯 运动不足 长期压力 以及吸烟 这些都可以说 某程度上是会导致我们血压高的 但是当然 有时候血压高是因为其他病引发的 例如本身有心血管的问题 或者腎的问题 或者腎上腺的问题 或者甲上腺的问题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这种叫做第二个原因 就是有原因的 不是属于原发性 好了 在一个很少部很少部的人 他们那种血压高 是我们叫做净恶性的 这种血压高 通常就是 造成很高很高 而且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这类的血压高 可以这么说 可以很少很少部份才是这样的 好了 其实大部分的原发性的高血压 其实都可以自己用家庭护理的方法 去处理得到的 所以 但是如果你是要 就是 吃点药那种情况 当然你都要找医生来开方给你的 好了 再讲讲 大部分的血压高 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但是如果有时候 你有这些以下的症状 这些都可能是血压高的因素 第一就是 就是 经常都头痛 解释不到头痛 会暈 有时候没有缘故的 就是不是说 因为热身 或者其他因素 导致的导汗 流鼻血 或者视力有少少干扰度 不够气 或者突然之间 面额 肌肉突然之间泛红 还有它是耳鸣 这都是很可能 一些高血压的症状 但是 正如说 真真正正导致高血压 其实是以下的原因 通常我们的饮食方面 是太多脂肪 动物脂肪 还有 是太多糖分 知道吗 或者是盐 盐分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 最重要是糖分 淀粉 糖分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 饮食方面的问题 还有 酒 和咖啡因 或者其他刺激品 吸烟 肥本 痴肥 问题 缺乏运动 缺乏活动 当然有时候怀孕 或者被人缘 有些女性 服食被人缘 都会导致这些高血压 好像有些孕妇 都会有的 荷尔蒙的因素 其他的可能 就是所说的 其他身体上的 其他毛病 还有重金属 重金属的中毒 当然是压力很重要的了 袁医生 照你刚才所说的 现在西方的饮食 是很容易引起高血压的 你刚才说 可以在家里 可以自己控制到的 有些什么食物 可以帮助到高血压的 在建议的食物方面 当然一种高纤维的食物很重要的 不单单控制 可以扭转高血压的问题 食物里面我尽量吃多些 围绕新鲜的 生的蔬菜 吃多些沙拉 黄豆类的制製品 完整的谷类 例如Oaks 大物 豆科 Beans 很重要的 还有果仁和种子 种子 我经常说 自己是买木树芽菜 发芽菜 这个是很好的 营养会增加几倍 我也发现 有时候 因为喝水不足 也会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也建议 尽量 平时多些喝干净的水 每两个钟头 记得喝点 好了 当然 你严分 很多人都认为 严分是一个因素 当然 如果你是减低的严分的时候 你最好同时 就增加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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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发现 鸩 果膏 和鸡 不足 很多人导致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外国 已经做过很多方面的研究 用了饮食方面 当然 饮食方面 真的要进行几个星期 是 通常 他们可以将血压 减低差不多 14 14点 所以 这个已经证实了 可以的方法 来的了 好了 食物方面 我说鸡 什么食物是鸡豐富呢 比如 苹果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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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 鸡 鸡 野菜花,Cabbage,橙,蕃茄,香蕉,海带, 还有是横花花,木树芽菜 苹果对血高血压是特别好的 因为它有一种水溶性的纤维,叫做Pactin 苹果皮是一种水溶性的纤维 其他食物包括洋葱、蒜和芫荽 这些亦可以帮助你减低血压 通常我们在素食的食物里,可以加入这种饮品 还有是芹菜 芹菜本身在动物研究发现,是芹菜每天吃4条 当然最简单就是炸汁 用芹菜汁 因为芹菜的纤维本身很好 但炸汁是最快的方法 还有就是黑朱古力 黑朱古力 因为它发现黑朱古力含有Coco Polyphenol 那种多分成分 它可以减低血压的功能 还有每天喝橄榄油,半茶匙一茶匙 也都发现可以帮助血压的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高血压的自然疗法》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到 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高血压? 有什么食物要避免? 在食物方面 我们尽量吃一些高盐份的食物 这个是简单一点的 例如盐当然有很多钠 钠会导致我们的水滞流 也会增加我们的动物血管里的压力 当然了 不只是单单不吃的盐 你也要减少减少那些 精练的食物 或者大量包装的 还有很多腌肉和芝士 因为通常这些食物 大家都知道的味道很浓 代表它的盐度很高 还有一些要小心的食物 有很多我们叫做饱和的 轻化过的 或者部分轻化过的脂肪 都是会导致高血压的问题 通常这些食物 我们看到一些人造牛油 以前那些植物牛油很好 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的 糖其实原来很重要的 糖反而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我们包装的食物 精练的食物 其实可以这么说 已经将糖加进糖 会减少减少的 当然有很多高饼 这些食物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要大大 要减少的 我也知道 我自己也认识很多 菲律宾的人 家里的人很多时候 血压很高 有很高血压的问题 他们不大 我最近去了棉兰岛 有些公事 去了解 看到原来 他们的食物 是很多很多 所谓的 高饼类的食物 很多糖分 在机场 他们带来送礼 很多都是 豆腐 所以不怪不得 你能看到 为什么他们的血压的问题 那么高 所以血压的问题 就是很多精练 包装食物 包括那些 糕饼 那些 添粉质的食物 其实 鑫糖是更重要的 不只是盐 那么简单 所以一定要避免 但是 当然 有些咖啡因 就是个量用咖啡因 都会的 所以 就减少咖啡 可可 朱古力 和咖啡 那些咖啡因 那些茶 那些 酒方面 尽量 一日 不要多喝一杯 这样的 一杯一次的酒 好了 那 大家也听过 麻黄 那些麻黄 在中药里面 都会升高 会令到血压升高 有时候 有些中国人生 都会有这个问题 大量的 辣椒 金草 都会的 很多人喜欢在外国的 金草 糖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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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欢咬咬咬咬咬 很香的 但是有些年龄大的人 有这种食物的习惯 其实都不太好 所以 这些都是大家要留意的 袁医生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 高血压 是的 因为我曾经试过 很多病人 在外面 可能做过一些检查 说他有高血压 但是问他如何高 他们都不太知道 数字都不太清楚 通常高血压 有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就是压缩压 就是心脏压迫的压力 通常 这是第一个数字 到最后 当你的血压 就是血管壁本身的弹性压力 我们叫做 输张压 叫做Systolic 和Diastolic 收缩 和书章 通常 正常的 通常要求120 超过80 即上压应该120 下压应该80 这所谓是正常 当然 这是讲成年人 一般正常的体重之下 很多时候 年轻的人 会倾向于低一点 有些人的年轻人 大一点 也会倾向于高一点 当然 这个是和我年龄有关 但有时候 人们一进去医生的诊所 感觉到很紧张 自然会高一点 这叫做白袍的效应 白袍医生的效应 我认识一些人 包括自己是护士 他都跟我说 你不可以和我量血压 因为一量我自己知道 他自己是护士 他都说他控制不到 所以 通常量血压的时候 要保持安定些 没有压力之下 有时 有些病人 赶紧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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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多久 都没有压力之下 都没有压力之下 进了房间 你当时和他量度 其实可能都不太准确 好了 血压 既然是会随着活动 时间 会有高高低低的 还有不同的日子 也有些少不同的 所以通常 我们叫人量度血压 通常叫他量度数次 就是在不同的日子里面 是连续量三次 才可以看到一般平均的数字 好了 正常的 我就说 120 over 80mm 就是水银的毫米高度 但也有时候 就开始高度 我叫做高血压的前期 血压上压 去到120-139mm 而下压去到80-89 我叫做血压的前期 接着就去到第一期的血压 第一期的血压 就是上压 通常140-159mm 而下压的书章压 就由90-99mm 我们已经叫第一期了 接着第二期 就比较严重一点 通常上压可以去到160 或者再高 而下压去到100-10 或者再高 那这个就是我这种说法 就是那个血压 其实呢 近年来都经常听到不同的说法 曾经有人这样说 其实呢 如果你的血压 比我们所谓 120-80mm 上压 120-下压 80mm 是低一点 其实那些人 可能更加长寿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可能有人做过某些分析 就得出这么低的结论 但没多久 也有人说 其实不是的 其实120-80mm 是最好的 但当然 都要看个人的感觉 如果个人 就是感觉 比如他血压都比较低 通常如果血压低的人 就会有时比较疲 一些 容易暈 好像精力没有那么好 但如果有些人是偏向低一点 而那些人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也都不能当作一个问题 但当然 血压高就不同一点 因为血压高的人 反而他觉得 血力充沛一点 他觉得精神反而更好 所以他就会不察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靠真正量度才可以看到 到底有没有血压 这种问题 袁医生 那有没有什么 针对性的配方 针对高血压 大家都听过 那个Hot Thorn 就是山渣 应该中医都知道 这种草药 已经很多 已经有标准的抽取物 发现山渣 一天吃三次 那250mg的标准的抽取山渣 那这个草药 是可以帮我们减 就是可以 扩张我们的动物的血管壁 从而减低血压 那这个就是首选的了 山渣 那第二就是Cocutane 让大家知道 这个营养是本身可以减低血压的 通常用量都是100mg 一天两三次 第三个配方可以用得到 就是钙和尾 那我通常呢 我就会用 钙500mg 尾250mg 那现在吃两次 那第四呢 就是一个 就是Hibiscus 附庸 那这种是一种 葱茶的 现在开始都挺流行的 现在开始有很多 花茶 那这个花茶呢 是Hibiscus 那通常1.25g 是一个葱茶 那用水葱 那一天喝三次 那这个大家 我记得香港最近都开始比较流行的了 那第五呢 就是那个 那个蒜头 那蒜头大家都听过了 那有些是有味道的 现在很多新的那些呢 就是除了味的 Kaiolic 一个日本的牌子 那也有些呢 那是那些 那我叫H的 就是差不多是 层泱过的 就是那些 我们就知道 是有些蒜 差不多是 有些蒜 就是差不多是 H 了很久的 那这种发现 味道就减少了 那但呢 就当是口粒湿吃 挺好吃的 那就当是 那个蒜头 那第二 就是那个 鱼 鱼油 那些当然要长期用 那通常鱼油 那 endure 那是3000mg 一、二、三次,分量都比较多些 接着就是那个甲,我经常说甲很重要的 这个矿物,我们发现是无数研究都发现 甲是可以帮我们减低血压的 通常我们有些盐的代替品 dro知是用了鋼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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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 如果你是用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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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太高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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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如果有些人吃一些去水丸之类 或者有一些肾病、或者严重心脏病 都不能用这种甲丸的方法 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要留意一些 你刚才所说的蚝biscus是否真的大红花 那它背后其实是否有什么科研 研究它是帮助到高血压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 方家突然间有些人采用一些特别的工具 尤其是食疗工具 其实多数背后已经有人做过很多研究 这方面的科研是很多很多的 但当然不是很多人会告诉你 其中在这方面 例如在《营养杂志》 《Journal of Nutrition》里面 曾经做了一个 用了65位前期高血压 以及中度轻微高血压的人 那些人是自己本身没有吃过 任何的降血压的药物的 那些人给他每人喝大红花茶 大约1.25g 用240ml 的水 来抛6分钟 一日喝三次 发现上压的收缩咬 平均可以减低了7.2mm 毫米的水平均可以减低了6个星期的治疗 就已经有这样的效果了 例如《Cocutene》 也有一个研究 发现用一个 Double Blind 双重盲胀的糖尿的人 用《Cocutene》用 都大大减低了血压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高血压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 还有没有什么一般性的建议 大家知道维他命C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的 平时就当作一种处理伤风的症状 原来维他命C 其实可以轻度减低血压 原来维他命C 是帮助我们身体排取重金属的 像曾经所说的 很多时候高血压可能因为圆 因为重金属导致的 所以维他命C 用大约1000-2000mg 一天都会有这个效果 好了 还有草药 比如那些 大家都刚才说很多压力 那些人很紧张 所以很多能够帮你舒缓压力的草药 都会有帮助的 其中一种叫做PASSION FLOWER PASSION FLOWER 这个叫做西番链 PASSION FLOWER 这种可以减低 就是舒缓我们的神经线 都会帮助我们的血压 因为 如果我们的血压因为压力导致 通常我们用法只有250mg 来到一天复食三次 好了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 吉草 VALERIUM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的 减低 帮助舒缓神经线的 也可以间接 是减低我们的血压这个问题的 服用量都是300mg 23次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CAMOMO CAMOMO 还有OXDRAW OXDRAW 我们叫做那些 烟蟹那种 烟蟹那种的 菊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 就是松弛神经的 都是当茶 来到一天来到饮喝 好了 还有一个 胺基酸 叫做牛黄胺 那个TAURIN 那个牛黄 这个就是一个胺基酸 那会发现 也都可以直接在人和动物里面 都可以减低血压的作用 通常服用量都是6g 一日 就是胸肚服用 那这都是一种 就是证实的 那还有一些是那个 那个灵脂 Reezy 这类 那也都可以 是有帮助 有减轻血压的 那个帮助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Dandelion Terracicum 那这个也是清 那个 一种 轻微的 那个 就是去水的 那当然 也都可以 因此可以帮助到 血压这方面的问题了 袁医生 那同类疗法呢? 同类疗法应该 很有效的 对高血压 没错了 如果你能够找到 一个疗剂是适合 那个病者的当时的处境 同类疗法的 可以结效是非常之快的 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些饮食 草药 那些都是 多多要给几个星期的时间 那同类疗法呢 我自己经验 是可以很快的 那当然要辨证狮子 要用得对 那 那比如有 有一个疗剂 我们叫做 Argentin-Nitricum 就是那个 那个硝酸银 那这种的血压呢 通常那些人呢 是因为他的焦虑 很紧张 突然之间有些 有事件要发生 或者就 他突然之间就发了毛 这种这样的情况 导致的高血压 那这种人呢 通常呢 比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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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热的 热血的 通常呢 那这个病者呢 那个臉就泛红了 那个那个眼睛呢 就瞳孔放大啊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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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也都觉得自己 很热 那样 那样 那通然呢 同时呢 那只手脚可能会冻的 那样 那也都会出现 那种 那种 蜜薄痛的 头痛啦 那这些人呢 在当时呢 因为那个 瞳孔放大啦 所以也都特别 怕光的 那这个就是 癫痴型的 高血压啦 那通常呢 是急性 突然之间高得很 很厉害的 面都红了的 好了 另外一次 就是Groninum啦 Groninum呢 通常的这个 的疗剂呢 是用在一些 血压呢 通常呢 血压发作的时候呢 就整个 头呢 就好像 好像爆那种 这样的头痛的 但是面呢 也都红 也很厉害的 那这些人呢 就通常呢 就是 怕热啦 也都可能在太阳之下 暴晒之下啦 或者喝了酒精之下 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Groninum呢 是我们参加中暑的 急用的 主要的疗剂来的 那就是呢 你可能 是暴晒之后呢 那个血压 爆 飙升也很厉害的 那个头疗 好像爆炸性的头痛 好了 另一种呢 就是南美蛇毒 Lekasus 那通常这种人呢 都是比较上 很职热的 还有呢 就是 很多 怀疑心很重啊 以及妒忌心很重的 这种 南美蛇毒的人呢 通常呢 亦都是 很健谈的 滔滔不绝的 那这些人呢 亦都怕热啦 亦都很怕呢 任何东西呢 沽在脖颈那里的 那所以你看到 这些人的高血压型的人呢 从来呢 不会带领胎啦 亦都不会有 有 那个颈巾啦 那个颈部呢 一定要打开 这样 那家长 刚才所说的 性格 很有趣的 这种是 南美蛇毒的人的 高血压会这样啦 好了 那种一种呢 就是盐啦 大家知道啦 我们经常说呢 盐呢 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的 但也不一定 我们发现呢 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的 有些人呢 就是 因为 食盐呢 是跟他的血压 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亦都有的 那在同学疗法呢 有一个疗剂 是由盐那里 制造出来的 那这种的人的 高血压呢 通常有个情绪波动 情绪不安 而导致的 那这类的人呢 通常呢 喜欢独处啦 亦都会有时候会 头痛啦 或者心跪啦 或者是失眠啦 那这种的人呢 通常也都本身 也都很喜欢食盐的 亦都是比较口渴啦 那还有呢 就是很怕阳光的 有它怕热啦 还有怕光啦 那通常这些人呢 就很喜欢戴着 这些黑色的太阳眼镜的 好了 跟着一个疗剂呢 我叫Nuxvomica 那个 这种 Nuxvomica 这类的 高血压呢 通常呢 都是因为压力大 就是我们这个 典型的 现代人的 高血压来的 那这种人呢 通常就特别 闻疹啦 是非常之 就是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耐性啦 那也很喜欢刺激啦 尋求刺激品啦 咖啡呀 酒呀 这样的 那这些人呢 Nuxvomica 通常呢 就是会比较怕冻啦 那也都很容易 你有便秘的啦 那这些是我们的同学疗法呢 就是 就是视乎那个 每个人的情况呢 是应用的的 那如果按摩呀 针架呀 水疗那些 那些对高血压 有没有帮助的 大家相信呢 那些人呢 因为 肌肉紧张啦 肌肉紧张啦 那条颈紧啦 那些人很多时候呢 自不然呢 就喜欢去按摩的 那这种情况之后呢 是令到按摩可以令到个人呢 就是 放松了啦 那也都令到血液循环好些啦 也得他人没有那么紧张啦 那所以按摩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尤其那些人呢 那条颈子呢 很紧张 很不舒服的 他肯定他自己很喜欢去做的 那水疗方面啦 那大家很多人呢 就会 喜欢去做那些桑拿啦 那但是如果血压高的人呢 其实呢 都 就是很多建议都不应该那时候做的 因为始终热力呢 会将血压呢 会更加膨胀啦 那但是我们讲的水疗呢 我们叫做体质水疗啦 就是这个自营疗法里面 一个很独特的工具呢 体质水疗呢 这个呢 也都帮助我们的整体呢 很有帮助啦 那也都是会用那个 我们用那个大航小灵精啦 大家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啦 来到调理我们的治疗神经系统啦 那那除了这个方面呢 有些人用用针灸啦 也有人用那些脊椎呀 那个脓底的脓底治疗 其实都有帮助的 那比如有些 比如那个香荤治疗啦 是不是 香荤治疗肯定是可以帮助你的 松弛神经啦 譬如好像 Labander啦 分衣草啦 Margarine啦 和Elaine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帮助的 那还有呢 如果那些人觉得个人呢 就脂肪多呀 这样这样 Juniper Oil 这个呢 用个按摩 加些Juniper Oil啦 那这个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个去脂下 我们的血管里面去脂的 好了 那还有呢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呢 压力很大的原因嘛 那很明显呢 冥想啦 是不是 就是很多不同程度的冥想呀 或者是遇到压力之下呢 首先呢 就是静一静下来呀 深呼吸呀 那就是任何的工具呢 可以帮助你减压呢 其实都有很有帮助的 好了 那最后呢 比其他一些的 譬如你自己是肥半啦 很明显啦 肥半呢 首要呢 都要自己要减肥先 虽然不是所有那些 那个高血压的人呢 都一定肥半 我也都见过很多呢 是银银瘦瘦呢 血压在高度呢 即是很难控制都会有 但是如果肥半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 那所以呢 如果发现自己体重过高呢 就应该呢 就想办法呢 在各方面做些东西 那其实很简单啊 尝试一下呢 就不要吃那些精炼的食物啦 不要吃那些甜品啦 不要吃那些那个 那个淀粉汁那些 煎炸那些 和那些油类啦 其实呢 我相信呢 如果大部分人呢 懂得用一个很简单的 的饮食方面的的方法啦 吃多些山菜呀 生果啊 这些这样呢 其实呢 还要减低我们一般人 吃惯的那些文明的那些 那些我们叫做垃圾食物呢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问题呢 都可以控制得到的 嗯 好了 适当的运动啦 就是不可以太急速啦 适当的运动呢 肯定可以帮助你啦 那还有不要吃烟啦 或者是不要避免二手烟 这方面的问题啦 那如果你发现呢 现在真的有重金属的 比如用头发的检查啦 或者血液检查啦 比如有有有鱿啦 有有Catman啦 Gib啊 还有有水能呢 那这个呢 就可以尝试呢 就用一些排除的chelation那种方法呢 是 就是你对那个重金属是很值得有帮助的 嗯 但当然啦 现在很多时候呢 chelation呢 就被 就是用在很多方面的 那但是最重要呢 那个chelation呢 鉗合法呢 它早期呢 是个主要的应用的地方呢 其实呢 就用在那个排除的重金属 毒素这方面的啦 好了 那么最简单的呢 减格方法呢 就是深呼吸啦 那这些呢 其实大部分 大部分人自己都可以 有机会自己做得到的 那一遇到压力的时候呢 就放松自己 用深呼吸 那一遇到缓慢的深呼吸啦 我们立刻可以放松的 好了 那还有些什么工具呢 譬如大家都可能都听过一下啦 有些人现在最近发现一个 一个一个 一种手 即是手握的握 即是一种练力的一种的 一种的工具啦 就是给你呢 就是用手腕来压的 就是它就练了 有些人叫做练手腕力的那种 那发现这种这样的做法呢 哇 原来呢 都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压的 那这些工具呢 如果大家看到呢 不妨可以试用一下啦 那我们自己 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那里面也有一个 红色的光那个呢 是不是 用手握住的呢 那我们跟Dr. Chan呢 之前都和大家介绍过的 那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工具啦 又不用你做什么大的运动 那平时呢 就每天呢 是握半个钟头在手那里 也都可以推动我们的身体的内部 那个血液循环的啦 是 今天时间差不多啦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选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